蓝生真是被妖迷了心窍了 竟然想要拿玉衡吸你的灵力 气死我了 蓝生和香菱不会害我的 不要冤枉了他们 问清楚才说 我没有说他们要害你 只是之前的药 刚让你的气息平稳 现在又弄这么一出 真不知道 到了月圆区夜该怎么办 放心吧 不会有事的 真有事怎么办啊 总之从现在开始 我要寸步不离地盯着你 以免再出什么岔子 不用了 大师兄让我看着你 这事你说的不算 秦雪 图苏 你身体好些了吗 好多了 如今姐费心了 都是蓝生不懂事 才险些害了你 我这个做姐姐的 都没脸见你们了 蓝生也不是故意要害我的 好在没有酿下什么大祸 可谁知道她下次又要闯什么祸 我可不能再纵容她了 事儿如今姐 你要好好管教蓝生 我一个人哪管得了她 不过我想 应该有一个人可以帮我 谁啊 秦雪 你明天帮我去趟孙家吧 我想见见孙家小姐 如今姐 你是说 让我跟蓝生成亲 你不是喜欢蓝生吗 可是 你是在担心蓝生吗 你放心 婚姻大事父母之命 现在父母不在 我是长姐 当然是我说了算了 刘亲姐 谢谢你的谈爱 只是蓝生她并不喜欢我 我不想勉强她 她现在不喜欢你 不代表以后不喜欢你啊 而且以你的品性 如果你们成了亲 她一定会发现你的好 对你日久生情的 我知道 你现在也被家中逼婚 既然要成亲 为什么不找一个 自己喜欢的人呢 可蓝生 她要是不肯呢 办法我已经替你想好了 过两天就是中秋之夜 到时候 你就来个抛绣球招亲 我就把她给骗过去 你呢 就把那个绣球 往她脑袋上砸 到时候你家我家 还有全秦川的人 都看得到 她怎么会不肯呢 可我们 这样不是在骗她吗 如果我们不骗她 就是害了她呀 她整天跟那个小狐妖在一起 我们怎么可能猜得透 那个小狐妖的心思呢 如果你能过门 你就能跟她 安心地过日子 你就已经救了她 也救了我们方家 我 真的是在帮晚上吗 那当然了 我是她姐姐 我当然希望我弟弟 能过得幸福 你是个好姑娘 你一定能让她幸福的 你就当帮帮我 帮方家 原来这个心愿吧 嗯 是啊 你喜欢她那么久 可不能放过她 可万一 我砸不到蓝生怎么办 我岂不是 要嫁给别人了 这个你放心 那就交给秦雪了 是啊 这点事情就交给我吧 到时候我在绣球上施个法 就算蓝生她跑到天涯海角 你都一定砸得到她